哈喽各位有見於我們的Kamela Kachato的腰帶 雖然不是這麼熱門 但是呢你們要知道 有一個東西是每年一天會發售 但是今年不知道有特別晚東西 就是策掛的部分 但是其實它也算是一個獨立道具 所以呢也是必修啦 就是我們這一款啊 算是所有獵金術師都會配發的一個道具 最後就是我們的一個搜尋器 這個東西除了當搜尋器之外呢 基本上可以拿來攻擊 並且也可以成為我們Kachato的一個側掛好不好 在鏡頭裡面他也是這樣使用過 整體的這個東西 好啦我就還是可以說 畢竟它有實質的讀取功能 應該啦應該啦 所以整體的應該是好玩的 整體的受卡感就是重一點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Kachato 這邊的話就是一些遊玩說明跟等等之類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哇還有搜尋模式 一些卡片搭配 喔對這個東西到時候會講了吧 然後再來可以成為Kachato的側掛 跟可以搭配我們的卡包 所以呢整體的它的這個道具 其實遊玩性質豐富度是不錯好不好 前提是要有實質的讀取功能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全部的內容 拖了一個武裝然後並且附在兩張卡片 因為由於本身這個東西是屬於DX 不可能直接做出那個介面來 所以它是以卡片的方式代替那個介面 所以這算是因為它是介面卡的概念 而且重點是它這個有專屬的代碼 應該是可以連用腰帶喔 待會測試看看 再來就是我們的新卡片 Hulkstar 超帥 我這張卡我期待很久 它整體卡的設計非常非常雄偉 而且還是有星星標誌這樣子 而且重點是它規格的話是SR等級 可是這一段的話 如果假設你對這個沒有那麼急 其實可以等卡包部分 因為卡包部分好像也有收入這一支 只是規格等級還目前還不知道 應該是會有普卡 我自己覺得 畢竟SR都出了 可以搭配我們的現場進行使用 啊這個左右搭配可以去看一下 好嗎 這張卡片今天就不多贅述了 只是這樣單純展示出來而已 今天重點就是它專屬的這個 分數專屬 就是所有鏈技術都會有這個武裝 前面這邊的話就是一個透明件這樣子 因為由於本身這一代的話是巫師嘛 所以採用透明件是蠻合理的 母法的感覺 然後並且這邊的話它有一個銀色塗裝 而且重點是上面還有圖騰 雖然是小道具 其實卡麥拉的每個細節都設計得非常非常優秀 雖然其他看起來比較商業化一點 但這張店我還是很喜歡 這種小細心的地方 去摸一出那種鏈金樹比較神秘的感覺 記憶體座的部分也是有當然的紋理 它的背部就比較無聊一點 然後呢這個東西的話 並不是採用拆線式 而是採用推拿式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是側掛形態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搬鏈金樹持有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我們稍微幫它開機一下 它這個是沒有光效吧 只有單純的聲音 這個我個人覺得比較小有遺憾的地方 這個的話我先用左手佩戴一下 這樣斬起來比較方便一點 在劇場面它們就可以這樣進行一個射擊 我要跟它講一下 它的按鈕其實在這裡 真的是有點硬 如果你們要按壓實 所以要稍微大力一點點 有沒有 它們就可以這樣子 這個真的按壓很大力 應該是這樣 也沒有額外的一個玩法 所以你要搭配額外玩法 就是要搭配我們的卡片進行使用 它這樣的話就會變收塔形態 跟劇中完全一樣 下面的話是地圖 特別這邊有些卡片類型之類的 很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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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不是四階層 確實有點可惜 可是這個出四階層 你真的也不知道賣給誰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當你按壓這個時候呢 有發現 它可以去搜尋卡片 跟劇中一樣 當你越來越進行使 它就會 精英精精精精精 這個的話當然沒有這個系統 只是它音效就沒有搭配 然後會叫 然後再來說 我找到KEMI 然後變成什麼類型的KEMI 這樣子 這個點還不錯 又算是有懷弓劇中 KEMI EAT 有發現他的類別是會換的 嗯不錯不錯 所以他每次搜尋到的KEMI的話 基本上都是會進一個更換的 去臨摸出在G動裡面 不可能每集都遇到一樣的KEMI 但是呢 搜查模式就這樣好不好 因為畢竟在G動裡面差不多是這樣 這樣子我們的卡卡頭才是完全體好不好 將這個鏈金術士專用這個武裝 當然側掛進行使用 中間的話就是我們卡卡頭的腰帶啊 我還想說今年一直以為可能沒有側掛 畢竟都有出手型的收納道具 結果他側掛是改成召喚器這樣子啊 對他第二個機能就是召喚器 因為有時候在戰鬥的時候呢 雖然他可以使用兩張 但是有時候比較緊急時 還可以搭配其他KEMI出來進行一個戰鬥 難道你的夢想是跟KEMI一起生活 所以呢跟KEMI並肩作戰也是很合理的 在劇狀裡面的話 他也有使用過這一張對昨天附贈的仙長進行使用 我們就稍微測試看看啊 其實音樂是蠻帶感的 有時候我們的KEMI就會跑出來啊 但是我個人覺得 好其實這應該是為了連動後續的產品啊 這個到時候會說明 他這段話基本只有大家來召喚音就是召喚出來 但是沒有收入就是尖刺拍的 GGGGG的那個聲音啊 我覺得整體也是小小可惜啊 一點點一點 感覺應該是他在多加點音效 會聽起來比較有feel 畢竟這個話是屬於那種 召喚的一個攻擊武裝 當然啦 其他的卡片也是可以使用的 這個音效感應直接來當變聲音都沒問題 嗯 這次的話真的只有召喚音樂 感覺應該再多一些音效會比較有feel一點 但是呢 沒關係好吧 我們後期有個東西可以連動車子看看 畢竟他官方是主打可以連動 所以應該是可以吧 最後一個技能當然是要將這個取下 因為呢必須搭配我們空白卡文鏡使用 我把它將我們的KEMI給回收 這時候卡片站的時候應該就會變成其他型態 然後我們就把卡片抽出 然後就可以模擬出劇中 我們把卡片給收服 讚讚讚讚讚讚 然後重點是我剛才發現一個點 他會有回收失敗耶 這時候我們後面劇情有可能真的會發生 在回收時搞不好是兩個人在同時搶 結果他是跟另人走啊 真沒有回頭成功啊 哇有失敗音效這個真是讓我蠻驚訝 算是滿滿的驚喜感啊 我要先說一下 這個話我先把它拿回手上 看到我拿到這一張 大家就懂一個道理就是說呢 他們這次有想要把Hoppa1推成 類似那種皮卡丘的感覺 就是重點的一個吉祥物啊 在劇場裡面還是叫的非常可愛啊 居民Hoppa1 居民Hoppa1 OK這樣我們Hoppa1出來嗎 然後呢 Ho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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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ppa他會有專門給Hoppa1 帶一些他這個的專屬語音啊 我個人覺得這個超棒好不好 居民臨摸出就是Hoppa1 真的出來跟你一起並肩作戰啊 Ho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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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非常憤怒的聲音啊 我覺得是超可愛的 因為我個人蠻想Hoppa1 所以我很怕蟲 Hoppa Hoppa 再來就是說呢 畢竟乙方他不見嘛 可以把Hoppa1回收 有沒有可以把Hoppa1回收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 Arigato Hoppa1 這樣子啊 有沒有完全模擬出劇中 就是男主角跟Hoppa1 一個搭檔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帥的 所以呢這個算是Hoppa1 搭載的一個特殊語音啊 如果假的你真的很喜歡Hoppa1 或者很喜歡男主角的話 其實這個的話也可以為了Hoppa1買啦 好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KAMELA KACHATO 應該可以說是側掛 每個鏈金術師都會配發的一個武裝部分 總括來講 基本上總括來講 我覺得還算是可以接受 但是 驚喜感就是沒有那麼重就是啦 畢竟這種東西 一定就是周邊越多越好玩的東西啊 因此呢 如果假設你只有買腰帶的話 是可以考慮跳過 我自己覺得 但是呢如果假設你真的要完成 KAMELA KACHATO完全體話 那這個還是要買啦 所以呢就看個人啦 好吧 好 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KAMELA KACHATO 如果喜歡請願望 我們在影片後下見 拜拜